公众平等 买人全知识 DreadFM 我是黄美云 DreadFM 我是凯明 最高的我是银言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题目是 发展的怪兽 这个呢是一本书 那么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 杨洁小姐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发展的怪兽 是 杨洁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对 然后 其实这本书早早 早早之前啊 就在年初的年初的时候 还是有一次说 彭克发展的彭克一个国际的研讨会上 然后就有这本书在售买 当时呢我就大大致的看了一下这本书 挺挺挺有深意在里边的 首先想问一下杨洁就是 什么是发展呢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 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 因为在民间社会有很多的绿色运动的关系 然后大家会开始去关心这个课题 然后 其实我们 应该是说 从小到大 也很常其实听到跟发展有关的课题 比方说我们政府会很常说 马来西亚现在的那个GDP 就是 国民的平均收入 然后现在的那个经济发展是什么 然后又要发展很多的大型计划 那其实从 早期 像马哈地时代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有提出像2020年宏愿 或者是多媒体 多媒体走蓝 对 然后 像那记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大马的计划 然后 呃 其实就 不管是在沙劳越或者是柔佛 其实都有这种 就是他们用一种 非常超大型的那种计划 去涵盖了整个呃 区域 想要做做这样子的一种发展 哦 那普遍上那政府 或者是国家单位 呃 对我们 对一般的就是民间的一种讲法 就会说 发展其实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好起来 嗯 那我们的理解里头 其实我们也觉得 发展是一件好事 所以 像现在很多 呃 那种建工厂的啊 建房子的啊 或者是建商业大楼的 都会称为发展商 那我们对发展这个 呃 这样子的一种印象跟概念呢 都是比较正面的 可是这几年因为呃 绿色运动的兴起 那大家开始对发展 有一些质疑 然后想要提出说 这样子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好的呢 嗯 对 所以呃 最直接的一个发展 跟我的印象就是我们 呃 吉隆坡的双峰塔 它也是一个发展的象征 嗯 但是似乎这个双峰塔 建起来之后 呃 给大家的感受来说 正面 嗯 很多 对 你包括世界上 很多的一些排名啊 你说到马来西亚啊 它的图边 只有是双峰塔 嗯 它是我们一个国家的标志 嗯 没有错 其实 像这样子的 就是硬体的建设 其实在许多的国家 也不仅是马来西亚 就是 在非常多的国家 都会有追求 这样子的硬体的建设 所以你看到很多国家 所谓的标的性的建筑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呃 最大的最大的建筑 最高的塔 然后最高的大楼 是用这样子的象征 去去标的出来 可是呃 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 是说呃 像这些标的的建筑物 那它 它 它是可以代表 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可是 它也不是发展的全部 那我们一般上看到呃 双峰塔 那我们都知道说呃 它是一个很大的呃 购物中心 或者是行政大楼 那可是 那实际上就是说 它真正跟人民的 那个生活的 素质的相关性 其实是很少人会去讨论的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讲 有一种发展的迷思 就是我们很 很努力的去追求 这种外在的 或者是形式上的建设 可是在软性 或者是在人文的建设的 那个部分 其实我们很少 会去谈到 嗯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些大楼 这些双峰塔 或者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物 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 不算错误 就是可能 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发展的形态 只有这种东西 才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就是最大最好的 或者最高的 就是呃 好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不是 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所以怎样才算是 一个好的发展 嗯 其实我 呃 书里面有提到一段 我其实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它是在导论里头 其实以前呃 我们觉得发展 应该是这样讲好的 其实发展有很多的方式 那有一种 呃 我们会讲发展主义 这个东西是有一点问题 是因为后来呃 发展主义里头 它把经济成长 这件事情 当成唯一的目标 就是说呃 你所有的 其他的社会的价值 或者是社会的条件 你都必须去服从 这个经济发展 那这个就会出问题 因为在呃 我们很多的社会价值里头 比方说历史文化 呃 或者是呃 环境生态 那这些课题呢 它可能都会因为 为了经济发展 这个目的 而被牺牲掉 然后要我们要付出很大 呃 很多很大的代价 那这个东西 它就会成了问题 那可是经济成长本身 它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我们都希望 大家生活过得很好 那在古希腊文里头 经济这个词 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它的意思是说 其实是要让 大地上的房子 跟家庭 也就是人 怎么样跟所有的生物 可以协调的共处 嗯 对 这个才是经济 它的那个原本的原意 嗯 可是我们现在在呃 追求经济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 其他的面向 那这个就是发展主义的问题 嗯 刚才你谈到 我们有2020年宏愿 相信在那个时间上 我们每一个民众 他都想到2020年的时候 我们真能够达到 先进国的这么一个水平 毕竟先进国的水平 也就象征着 我们所崇拜的欧洲 或者西欧的那种文化 和经济水平一样 嗯 对于这个方面 有什么不好吗 嗯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想要 一个美好 或者是富裕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呃 的理想 我觉得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 可是呃 他有一个问题是说呃 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为了呃 要追求经济的发展 其实我们很少去谈出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那经济发展里头 他有呃 应该说 你即便刚刚提到的欧美国家 或者是像最近的希腊 这些问题 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经济的呃 经济的窘境 其实在这一两年 会特别的恶劣 包括说像马来西亚 就是马币被贬值之类的 那你就会发 那你就要呃 怎么讲 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们这样子的追求的 一种经济的逻辑 是不是唯一的 比方说我 我想要像2020年宏愿提出来 他其实呃 他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 就是要打造中产阶级的生活嘛 那我们每一个都 每一个人都想要当中产阶级 有有车 有房 然后就好有一个就是 很好的就是有呃 很好的收入 那可是这个部分来讲 他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 其实我们把它变成了 我们生活最重要的目标了 就是 就是你现在生活变成是 你要追求越来越多的收入 然后你拼命的工作 可是你拼命的工作 你就要变成就是 呃 烦奴 车奴 因为你要拼命的还钱 对 拼命的供款 所以你的生活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呃 那你就靠 你就走进shopping mall 你就走进双风塔去消费 来 来消除你在工作上的就是 呃 郁闷 或者是 或者是工 公款的压力 所以 整个的资本主义的那个 运作逻辑就是这样 嗯 他就是让你拼命去赚钱 可是也让你拼命去消费 所以你的生活里头就是工作消费 工作消费 这样的一个循环 嗯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够追求一些什么呢 像 那其实呃 因为我像这本书里头为什么也有特别谈到台湾跟香港的例子哦 那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呃 我应该说不能说是大部分的人 应该说小部分的人 就是他们其实也在追求另外一种的呃生活的方式的选择 比方说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年轻人所谓的就是说 大家以前都往城市里面跑 可是现在他们会愿意慢慢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可能说那些那个家乡 可能就有点像我们这里的就是比较半城镇的 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 然后开始愿意去做一些在地的经济的活动 嗯 那比方说有人开始会 然后像台湾现在和比较流行谈的就是社会企业的东西 那在香港其实也是 那香港其实你会知道他的那个生活的节奏是更快的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怎么讲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是要靠近土地的 靠近在地的 所以有一种生活形态叫半农半差 什么叫半农半差 就是一半他是农夫 一半他在做他自己正职的事情 嗯 那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 你看到他愿意回到他的hometown 就是然后去做一些 你表面看起来一定觉得不赚钱的东西 可是他觉得很快乐 他也比较踏实 那像这些人的话 就是相对起来像我们过去 我们会觉得很多人想要去新加坡工作 很多人想要去留在台湾工作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生活的条件很好 薪水又高 对 那除了这样子的向往以外 那你有没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对 那其实现在其实有的人正在努力 正在做 这其实我感受还蛮深的 就是我collect的时期 就其实我们老师有让我们做个东西 那么你未来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结果在未来的一个窗口外面画的是一间房子 那他就 结果就很鄙视的说 你身为一个artist 就是你当初的都是design嘛 所以 你的梦想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这个 房子还是车子 那么你其实你应该抛开这种束缚 它不应该是一种你追求的方向 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老师 也是跟我们讨论过 关于发展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在马尔甲 马尔甲最近其实有很多大城市的发展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发展 并没有贴近当地人的生活 或者说当地人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 外来的发展 它更像是一种 所谓的外来物种 我们说大自然里面 当你把一个物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可能会变到非常的强大 那感觉这种发展 其实它更像是这一种清晰 它的出现 因为它是西方世界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所以它其实会使当地的人 有一群人 它可能就是变成站在最顶头的那群发展上 那么另外一群人就可能适应不良 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些比较朴素的马尔甲 他们没有办法适应这种事情 所以好像就被社会边缘化 被来到乡去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想发展这种东西 到底是应该是要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想寻求 寻求回到自己的hometown去工作 去生活 这里边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想逃脱现在的生活吗 去到一个它想理想当中的世界去生活 其实也不一定 其实你说回hometown生活 未必是很 怎么讲 未必是容易的 有时候它可能相对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 我应该是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这本书 刚刚就是有很直接提出像那个 你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发展 其实应该是我们一般人 像很多的这种绿色运动 他们在抗议 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你这种发展 可是我们还是想要发展 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希望 多一点钱 然后生活可以好一点 那大家就会问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发展 那其实现在也有人提出像什么 生态旅游 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讲法 那我其实要讲的东西是说 发展的模式可以很多种 可是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在其他我们邻近的国家 它后来变成就是说 它要建一个非常大型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其实 不仅仅是对环境生态 有造成很大的破坏 那像你讲的 或者就是它甚至可能没有汇集 就是在地的那些居民 或者是村民 这样子的一种发展 那这样的发展会是我们想要的吗 所以可以去问这个问题 那当你有 就是说当你不是只是为了 你毕业出来 不是只是为了要去追求 买房子买车子 你开始会去想说 像我念了书那么多年 那我现在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可以做什么 又可以养活我自己 同时我觉得 又可以对别人好的事情 那当你不是只是要 为了做一个中产阶级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跳脱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很多的idea进来 比方说如果你是艺术背景的 那现在其实很多的艺术工作者 可能过去 要么就当老师了 可能或者是从事一些比较 好像比较冷门的艺术 然后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有点不得志 可是现在很多的艺术工作者都进入社区 去做艺术教育的工作 甚至用艺术作为媒介去做社区凝聚 对 所以像其实有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像他们其实是在逃避吗 其实也不是 我反而觉得他们选择更接地 就是以前你搞艺术 你可以关起门来搞啊 对 那你办一个展览 然后大家来看 所以你可以 你其实不需要去接触人 那你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比较离底的 那你现在就是他们愿意走入社区 其实他们要面对 因为社区它是很意志性的 从老人小孩到妇女到男人 就是有不同的背景的 然后而且有冲突 而且大家意见都不一样 一定会吵架 所以这些人要跟这些社区的居民 他们一定要互动 一定要讨论 然后去讨论处 就是说可能说适合在地的一种 艺术的教育 或者是社区的发展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去谈 什么是社区经济 或者叫区域经济 或者是自主经济 其实都是要从在地的脉络 去发展起来的 然后像你刚才挺掉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是用 一个外在的大型的计划 搬进来 然后直接放在一个人家生活了 可能几十年的一个土地上面 然后那个东西可能对他的生活 并没有很直接相关 对 而且可能带来的代价也非常大 对 最显著的就是杀老月的 急水吧的问题 他 他无疑的会对环境造成 一定程度的破坏 但同时是不是 他也提供了一些人们 所日常所需的一些电量 所以这方面的应该怎样去平衡 其实我现在知道那个 像杀老月有一个环境的学者 叫欢闷座嘛 那他其实 这本书其实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现在杀老月的水坝 因为他不断在扩建 而且是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现在已经建好的那三个水坝 他还要继续在扩建 可是根据那个计算的方式 其实那个水坝的建成 他提供的电量 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所需 对 那我们可能只是需要 可能说一百 然后可是他现在已经建了五六百 对 那他其实是完全超过了我们的需求 那你可以问的是说 那我们竟然不需要 如果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电量的话 那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水坝 对 是不是当局还有另外的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工业 工业它是需要电的 如果发展起更多的工业的话 对于杀老月本身的经济发展 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那到最后 其实你就要问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是发展 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就要问是 为谁发展 就是说这个发展到最后 它到底利会了水 汇集了水 水选师 水受益 这个过程 那你看到说在建水坝的那个过程里头 当然有很多的工业或者是工厂 尤其是炼旅厂 因为有的讲法就会说 建水坝其实是为了要提供 就是水电给那个炼旅厂 那当然炼旅厂的投资者 当然是会非常开心 可是可能在炼旅厂里头工作的工人 又或者是在附近的居民 他们的生活的素质是怎么样的 可能我们了解很少 因为资讯并不透明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到最后 我们说这些大型的计划 其实有利整个国家发展 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很少听到是从在地的居民 或者是真正在工厂里头工作的这些工人员工 就是他们的一种感受或者是想法 我们很少很少听到的 我们听到都是比较多是投资者 企业家或者是政府的官方的一种受分 那这些有的时候也是很现实的吧 比如说就是毕竟你这种经济的发展 是现在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那么有些人你就在努力的发展社会 那么有些人就是在努力的不被社会的发展干掉 那么即使国家之间有这样的竞争 那么如果你没有在这方面的竞争 去跟其他国家比的话 那么可能你被比下去之后 你国家就会被操控 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似乎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一个东西 其实你就会看到说 应该是说 其实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讲 它本来就会有很抑制的那个部分 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发展的模式 可是如果说现在在马来西亚情况 它要发展大型的计划 可是它是 它可能是用一种非常的威权的一种手段 比方说资讯不透明 那又或者是 它用一些可能比较下伤浪的手段 去强迫人民搬迁 那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压下来嘛 甚至它可能用一个非常低贱的价钱 去做赔赏 对 那很多的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大型计划 它坐落的地方其实是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这些村民可能它 它并没有谈判的筹码 OK 那我觉得说如果当它这个东西变成是唯一的选择 甚至是变成我们所有人只是剩下那个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目标的时候 它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其他的国家来讲 你说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甚至是像希腊 或者是像最近他们也会谈说像Australia可能它也会出现危机 那像这些国家你们都我们都会觉得说他们经济很好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们其实也在处理很多内部的危机 这种经济危机的问题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再去做检讨 可是无可否认就是说 大型计划的发展还是一个门道 就是说我们它也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意识形态来讲 可是我觉得说 我觉得反而就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间社会里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的发展模式 然后让这些一直跟多元的发展的模式慢慢的长出来 它未必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去抗衡一个很主流的 这么大型的发展的计划 可是至少是说可以让越多人去感受说 原来生活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 原来价值可以有另外一套说法 所以当我们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比较容易去质疑 当政府说OK我是为了国家发展 我现在要发展这个计划 你开始会去质疑它 你甚至开始会去会去关心说 这个计划带来的成本效益跟代价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大型计划 就是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来完成大部分人的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说就是你本来就不能满足全部人嘛 但这样子的计划效率反而更高 不是更加好吗 那这边有个讲法就是说 现在我们应该是说像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几年 就是尤其是2008年之后 就是所谓政治海啸嘛 然后2013年的大选之后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民间的社会对于政府的作为 其实是越来越多质疑的 OK 那也意思是说那个包容度 就是以前我可能还可以 好啦你讲说你用你牺牲少数人 然后你去呃就是说让大多数人可以受益这件事情 我可以包容 可是他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因为到底是不是大多数人包容 谁说的 没有人去证明这件事 你也是政府自己讲的嘛 所以他开始很多人去质疑这件事情 那大家会开始要去追求公平跟平等 还有正义这件事 那在正义跟公平里头的说法就是说 你发展这件事情哦 其实是要连少数族群或者是相对弱势族群 他们的权益都要被保障 然后开始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有这样子的意识跟这样子的想法了 所以以牺牲少数人去让大多数人幸福 这个论述其实越来越遭到挑战 就是越来越多人质疑 那应该是怎样的呢 呃像我刚刚 如果反过来好像似乎他也是不nonsense的 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牺牲大部分的利益 似乎大家也不能够接受 嗯 所以他不是一个对立的状况 就是说不是为了少数人 又或者是用多数人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对立的状况 而是说其实像为什么会很多人开始去找 就是呃区域经济 呃区域经济的发展 或者是自主经济 或者是这种社区经济 像都呃都去尝试这些不同的模式 其实就是想要去找一个共权的方式 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好的生活 没有人想要贫穷 没有人想要过不好 没有人想要生病 所以大家既然都想要过好 那就要想办法让大家都过得很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在发展的过程里头 这些所谓比较弱势的社群 或者是所谓的少数的社群 你你要如何要把这些人的权益考量进来 如果这些人的权益都可以被保障的话 那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 或者是我们相对有条件的人 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 因为连少数跟弱势的社群的权益 我们都可以照顾的好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肯定也会更好 所以反而他他倒过来的那个讲求 就是比较正义的发展 他的想法是这样 生命密码厂 妈妈妈妈 天上有几个太阳 一个太阳啊 不对 天上有十个太阳 怎么会呢 不信你看 在书上有十个太阳 只不过被人射箭打掉了九个 还剩下我们现在天上的一个啦 哦 还真剩下一个吗 是啊 你看 妈妈 天上只有一个啊 亮亮的耀眼的那个 我不信 其实你心里也有一个 嗯 我的肚肚里有 你说我的肚肚里有个太阳宝宝 是啊 哪有 妈妈 你为我找出来在哪呢 你闭上眼睛 然后深呼吸三次 然后你想着 爱爸爸 爱妈妈 爱你的绿青蛙 爱你的童话书 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然后你感觉所有的爱 都凝聚成一个圆形 发光发热的火焰 像一个小太阳 放射着无限的爱和感恩 感觉到了吗 妈妈妈妈 我感觉到了 有一个小太阳在那儿 发上着爱与感恩 宝宝 睁开眼睛 慢慢的 是不是 不仅仅天上有一个太阳是吗 妈妈 我想度度里有九个太阳好不好 哦 那我得需要问问太阳 顺德老师去了 随着时间的一种延展和流逝 慢慢的感受当中 其实太阳它不仅仅是一个实物性的太阳 也许它你在观想当中 你内心当中也是有一个太阳的 太阳给大家的一个表面的感受呢 就是它给大家一些很多的温暖 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的积极因素 包括爱和感恩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发展的方面 然后我们说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在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在这方面 我们要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的一种发展 是完全不赞同 就是国家的大型工业的发展 还是部分的赞同国家大型工业的发展 同时也要结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如果可以结合 当然是最好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都希望说 因为我们 你总不能到有一天 就是我们要看到大自然的时候 你真的只能去国家公园看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会希望说 大自然就是说 它还是有它的保存的价值 而且它其实是我们的 生存的一个最基础的条件 那你说大型计划的发展 是不是必然带来破坏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以现阶段的发展 如果它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 或者是它用 想要用节省成本的方式去做的话 它是必然为生态带来很大的破坏 因为它要省钱嘛 可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 有良心的社会企业的话 然后你其实对社会有责任 比方说当你砍掉一棵树了 你就要种回一棵树 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 你你你拿了 你拿了就是在地的资源 那你要回馈嘛 可是很少人会去这样做 就是砍了就是砍了 拿了就是拿了 对 如果说我要拿走一棵树 我再回给一棵树 我为什么要拿那棵树呢 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永续经营的方式嘛 就是说 因为人都需要去生活 需要去生存 需要从这种买卖当中 争取自己应该得到那部分的利润 这部分利润也许就要牺牲一些东西 或者刚才你所说的牺牲一些环境上的保护的问题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你很快到你下一代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永续的经济发展 就是有人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你因为你要想到你的下一代 你的在下下一代 就是他们可以一直有这些资源 总不能让这些资源 全部都在我们这一代耗尽吧 所以为什么说我拿了一棵树 那我要我再回种一棵树 那一棵树当然它要花可能好些年去长大 可是那它长大的时候 就是你下一代又可以在就是分享的时候了 那它拿了 然后它再种 它的下一代又可以再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永续经营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都是拿了 然后或者是砍了 或者是就是丢了 就是都没有照顾到后端的那个部分 那地球我们都很清楚说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我们的欲望是有时候是无限的 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像有一些包括像欧盟 就是这些比较大 就是说比较所谓的国家这些联盟 后来也会去要求这种比较是绿色 或者是永续的这种发展的模式 所以像其实他们会针对那种 就是比较无良的无良的社会企业 就是说可能会可能就不给他 就是贷款 或者是就不发给他拍照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会落到国家 政府单位怎么样去执行的 就是你有没有很好的去监督 就是这些在发展过程里头 他是不是有做了很多 就是对环境很伤害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会有环境的评估报告 要有要求这个 然后政府单位要可能说 每一年都要去到那个工厂去做检查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也会回到说 这些政府单位有没有去认真的 跟很严肃的去执行的问题 所以问题主要是我们教育 每一个人的一种 对于生活和发展的看法 但同时 记忆犹新的在这本书当中 还有一句话 这句话说是 马来西亚人民如何从过往熟悉 且习惯的选民位置 逐步迈向以自主公民权利 为基底的主体 在这句话当中 什么是选民位置 什么又是自主公民的权利 我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像我们现在住在很多的花园嘛 就是Daman对不对 那每一区的Daman它都会有游乐设施 有路灯 OK 或者是房子的格局 都是固定好的 那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说要选一个代议室 我们投票给这个人 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对向他 然后要他帮我们解决 垃圾的问题啊 水沟的问题啊 公园的问题啊 路灯的问题 都是那个代议室帮我们去解决 可是我们很少从根本去想说 OK 那如果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想要有一个公园 那我们这个社区小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公园是不是要多一点 跟儿童有关的设施呢 如果这个社区老人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公园的设施是不是要 多一点是老人的那个设施 就是说公园不可以 公园可以不用一模一样的 你去到任何的Daman看到的公园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变成是 自主的公民的话 我们反而会倒过来说 好 我们的社区是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公园 应该要有老人的设施 然后可能要建一个小小的空间 是给妈妈们 因为我们社区妈妈很多 妈妈可以在里面跳土风舞 可以做手作 OK 那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协商处一个更适合社区的一种公园 或者是路灯好了 那每个路灯都一样 然后有的每次都是路灯坏了 然后你叫你去complain 你去跟市议员complain 你去跟州议员complain 然后希望他们帮你解决 可是你反而倒过来好了 就是说像路灯或者是垃圾 这种很民生的问题哦 当你的社区可能有一个共识的时候 你们反而可以形成一种压力团体 倒过来跟政府讲说 我们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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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给我们 或者是甚至是社区 他们甚至是可以自己去募资 然后甚至里头有人 有人可能就是建筑师啊 可能有的人就是设计师啊 有的人就是手工匠啊 他们可能就自己动手做了 然后做一个就是自己 大家都很满意的一个公园 或者是垃圾的处理 或者是呃一个路灯的设计 对那这就是自主公民了 那选民过去都会把责任 或者是把呃把那个寄托 都托付给呃代议士 希望他们帮忙解决 那你就是投票给他 可是当你变成自主公民的时候 你会从就是说 从自己关心的社区 家庭开始去出发 然后你会很明确 或者是很主动的加出你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这么做 你不是只是呃当 只是很纯粹的要依靠 那个代议士而已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嗯 但是这样的公民意识 要如何的去提高呢 所以很多人在做公民教育 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接受的教育 其实我们很少是呃 呃就是社区公民 或者是呃公民意识的教育 我们很多时候是道德教育 很多时候是爱国教育 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被鼓励成为自主公民 因为当你成为自主公民哦 就是说表示你有很多的想法 当你越来越多想法的时候 然后你又去集结不同的人的力量 你会形成一个压力团体 那当然对政府来讲不是好事 因为政府希望没有人监督他嘛 对所以我们我们很少被被培养 成为一个自主的公民 嗯 所以公民教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像像香港跟呃台湾 香港其实这几年的变化 你看到很多很年轻的人 呃站出来做那个社区运动的领袖 其实是跟他们从从小就接受 所谓的那种呃通事教育是有关的 对所以那个教育还是很重要 嗯 刚才你讲到这个社区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是社区的那个居民 我会有很多的考量 嗯 就说假如说我想把这个社区变成 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会集合其他人一起去做 那么这个费用谁出呢 嗯 然后然后假如说我今天还在住民在这住的话 明天我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嗯 那么我在这做的改造是不是白费了呢 嗯 我又浪费了我的精力 又把我的金钱拿出来了 嗯 嗯 就有点不合算 嗯 嗯 呃 应该是这样子倒过来想好了 当然每一个人会移动 尤其尤其是在现在越来越容易哦 可是大家都会想说 即便是你在住在这个地方两三年 你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错的吧 那如果你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呃 那你自己也是也是希望就是过得很舒服嘛 然后走出去你不怕被打枪 然后你可以去公园跑跑步 带着小孩去公园玩 你还是希望这样子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相信别人也是一样 那你们可以出来协商一种方式 那如果你说钱的那个问题其实更容易 我的意思是说 你甚至是如果你们社区 就是说你们已经有一个计划你们想要做 你们可以跟甚至是可以主动要求市政府给钱啊 嗯 就是说你不做 好那你拿钱出来 那我们有这些很明确的plan 那我们想要为这个社区做这个东西 然后你甚至是可以跟州呃 州政府拿钱 其实是有可能的 嗯 对 他们很多时候可能有资源 可是他们不懂怎么做 然后他们只会用最方便 或者是已经很传统的一种做法 去做社区 可是如果你们有idea 或者是有想法 那反而可以倒过来去主动要求 就是说政府应该要下放资源给居民 嗯 给给给给我们 嗯 我们可以去做 所以是由下而上去影响上面人的想法 很多时候是需要这样的 嗯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连隔壁邻居都不认识 嗯 他在隔壁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么你要如何去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把全部人集结在一起 嗯 各况呃我们马来西亚呢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自我认知上面似乎不是很 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 毕竟我们刚独立不久 就是在self identity这个东西之内 嗯 当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认知的话 那么当你说你要留在这里 我要做一个东西 那么你可能就很茫然 我到底是应该何去何从 嗯 呃 我觉得这个部分哦 OK 认同的那个部分啊 自我认同的这个东西 的确是呃 我们要去处理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呃 认同这个部分已经被呃 政治就是说操作 尤其是不管是用种族的语言 然后去操作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哦 那可是我觉得是说呃 很多东西你就是从当下 跟在地出发嘛 嗯 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的 然后另外跟你说 我们连隔壁邻居都很陌生 这个陌生哦 其实是环境影响的嘛 就是说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陌生人走过来 你第一个反应应该不会觉得 是友善的微笑 你是会先抱紧你的包包 那这个这个动作其实是什么 是这个社会其实并没有给你一个安全感的感觉啊 对 那嗯 所以所以刚才就是呃 在您的描述中也许会出现几种情况 这几种情况就包括呃 有一类的居民他会想 我为什么要自己拿出钱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工资是里抽税的 我们买东西是抽消费税的 这些税务国家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帮助我们建设我们的社区啊 帮助民众想需要的那部分的改善的东西 需要做改善呢 嗯 为什么我们交了税收 而且拿最到头来之后 我们自己拿钱出来做改善 嗯 这对于民众来说是 内心当中是有一些不平衡的 所以我说你可以先不用拿钱呢 你可以主动叫呃 市政府跟州政府下放资源给你们 是 这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市政府和州政府 他们的款项似乎也夹得比较紧一点 嗯 然后如果是我们要申请什么款项的话 要不就很长很长的时间 一年两年才能够辟下来 要不就没有什么音讯了 嗯 所以在这方面收费也 因为毕竟钱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是很难把握的 其实我觉得呃 这个不是凭空想象的 就是你去观察十八丁 嗯 然后你可以观察居卵 然后呃 你甚至是可以去看可能说靠近的那个 之前的那个文丁村 那其实像这些社区来讲的话 那他们应该是说 其实人民也不是笨的嘛 就是说呃 州议员跟市议员 当然资源不是无限的 OK 可是呢 你可以怎么样去呃 就是说去利用呃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像他们可能有一些方法 因为也你也必须去相信说 居民也是有自己的网络的 比方说可能我做生意 我就认识很多人 那那我可能可以跟政治人物合作 那他可能可以帮我 比方说可能说我们现在要 筹一个钱 我们要去建好我们的公园 去修好我们的公园好了 那市政府跟州政府 或者是州议员 应该说议员吧 他们应该也会乐见其成 那既然居民可以想要自己主动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说那个关系 有时候是可以合作 就是他可以用他的管道 可能他可以 因为议员的可能说 讲话比较有代表性吧 那他可能可以出来 可能说阿爸妈一起筹款 这件事情 那居民可以用自己的网络 去去连接不同 那钱这件事情 也不是只是给而已 他可以有一些回馈 比方说他可以说 可能说像18丁 他们可能就后来自己去 呃研发了一些在地的 就是说产品 或者是特色的东西 他们拿来卖 所以他们其实也有 就是说用这种 呃买卖的那个部分来讲 他们又拿到钱 可是他们同时又可以 推销自己在地的特色了 然后或者是说 像像居卵里头 当他当他在做一些 呃就是社区的活动的时候 他可能也开始去 让外地的人去认识 居卵这个地方 然后年轻人也愿意回来 所以有一些怎么讲 有一些效益 可能是比较隐藏的 可是它是有在发生 那像槟城 其实后来你去看 姓氏桥还是什么 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 可是我之前去看的时候 我就有点惊讶 姓氏桥 啊 我就有点惊讶 因为现在开始 那边不是有卖东西了吗 可是我看到好多卖东西 都是年轻人 然后你在问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是 本来是在吉隆坡工作 有的是在可能说是在新加坡工作 可是后来就是觉得说 诶 槟城可能是一个 还可以回来的地方 所以就选择了回到那边 那你看到他 一个小摊子 卖这些东西 有时候你很在想 你这样子可以生权吗 就是你不知道的 可是他们就是愿意做这种事情 那他们可能觉得说 呃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很快乐 所以你就看到说 有些年轻人会愿意回流 嗯 但刚刚说的几个例子 他们都比较就是 可能就是发展在旅游业上面 就是通过这样的旅游方式去 呃 就得到经济的效益 那么你可以留在你自己家乡 但是如果有些地方 他没有呃 旅行这方面的一些资源的话 那么他应该充实这样的东西 嗯 这我就 我这样我就不懂要怎么说 因为我现在也暂时没有想到例子 可是像十八丁哦 他其实从我的旅游哦 他其实背后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夫的 他其实做了好多的工作法 然后做了很多的艺术教育的 才慢慢能够去形成一个 大家对十八丁的一个印象 是很好的 是很正面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有时候社区的精灵 他不是做一次两次就成功的 那像我们这种比较住在 所谓相对城市的那种打满里头啦 那他看起来也不能够发展什么旅游业啊 可是民生的问题应该是大家都共同关心的 比方说垃圾的问题安全的问题 那你看到现在安全的问题我们都统一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就是把篱笆围起来 然后请一个保存 在出入口那边看着嘛 对不对 像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子 你把自己围起来了 那你就会开始是想说 好 如果今天有安全的问题 有偷窃的问题 那作为社区居民的话 我们除了把自己围起来之外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想到 那像有一些 我像知道说像台湾 他们有一些例子是 像他们 他们就不要花这种钱啊 因为你请保存 每一个家庭要缴钱的哦 对不对 他们后来就自己变成是 有点像是社区的那种 呃怎么讲 巡逻队 就是大家工作时间不同 OK 有的人是白天工作 有的人晚上工作 那白天工作的人 就可能说晚上 就帮忙巡逻两个小时 那白天不用工作的人 可能就是应该也还好 就是可能说 就是轮流巡逻两个小时 又或者是说 让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要有公园 然后要有那个叫做社区中心啊 因为当人越来越聚集 在社区办各式各样的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彼此认识 大家彼此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 我会看 我会帮忙看一下你的家 你会帮忙看一下我的小孩 我会帮忙看一下你的车 他其实就形成了 一个社区的安全网了 就是大家会互相照顾 互相互相监督这样子 所以因为大家都熟悉了嘛 所以为什么 后来他们有一种模式 就是说要在社区里头 要有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的空间 大家会去那边活动 大家会那边去那边彼此认识 然后彼此都会谈一些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归属感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是要慢慢去做起来的 是 杨洁刚才你提到 就是香港这方面 他们的学生运动 然后他们从小 接受了一种教育 这种教育 就是他们能够走向街头 去争取自己的一种 自由和权利 这种教育是什么样子的教育呢 这个其实是我 OK 2013年大选之后 其实 就是 就是社会里头 其实有部分 就是呈现有种低迷的状态 因为大家觉得 为什么没有换到政府 然后那个时候 我后来去了香港一趟 然后我去香港一趟的时候 我就去走那边的书店 还有书展 然后我去观察他们的那个 就是 呃 书啊 我发现说 香港的那几年哦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本土的案例的书 书写本土案例的书 还有通事教育 通事教育就是说 他比方讲说 什么是公民 他可能就可以出一本 他不需要太大本 他就是一本小书 然后这整本小书就在跟你讲 什么叫做公民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后来在想 呃 我在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去我就看到非常多 而且有好多的 呃 就是出版社 他们的那个 针对的阅读对象 就是年轻人 所以像呃 那时候我就认识 比方说像呃 Breakazin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呃 结合书跟杂志 因为年轻人喜欢看很多 创意跟图像的东西嘛 所以他就结合了 书跟杂志 这样的一个风格 去去出版一个这样的刊物 那我就看到好多是这样子的书 那我就会相信是说 其实这香港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有办法取得这些资源 就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社会的想象 不一样的知识的呃 培养 然后他们之前是很重要的资源 可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东西是很少的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 比方说 OK 那个有个事件发生了 除了媒体的报道 跟政府的官方的讲法以外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从其他的面向去认识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资源的获取是非常少的 可是像香港 就是我看到就是说好多 好多这样子的书 好多这样子的教材 所以这些年轻人 他可以吸收不同的养分 而且现在香港 其实有很多的社区组织都发展起来了 那台湾其实也是 你看到很多年轻人去到不同的组织 去做不同的经营跟耕耘 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来讲也是很不一样的一种 生活价值的选择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书籍 是以无随提提供的 就是私人界还是政府的 很多是独立出版社 独立出版社 对那 你看台湾这么小 香港这么小 可是他们的独立书店 都比吉隆坡多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吉隆坡有多少间独立书店 你不要说吉隆坡 你说整个马来西亚 有多少间独立书店 可是你看到像台湾的独立书店 或者是你看香港 香港地产霸权 就是他们是非常贵的 寸土寸金 可是还是可以勉强撑得起 好多间的独立书店 可是马来西亚就很少 那么如果现在看起来 香港的发展 每一座高楼大厦 然后整个从外景观看来 很豪华 很漂亮 很高档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发展中的怪兽呢 过去来讲的话 那个可能是香港人的骄傲 对 我当然不能够代表 香港人讲话 因为可能说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可是至少我去接触 有去做一些访问 那其实像现在 在香港里头 在做这种社区的经营的 那些组织来说 其实 它的贫富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你在中环 上环这种非常多 高级住宅的地方 你看到很多的老人家 在施 纸皮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还有流浪汉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 你可以看到是 那个贫富的差距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 我那时候去 就是住宅朋友家 就是 后来我就发现说 真的是那种 有的人的居住的环境 真的只是一个板船 你可以想象吗 它不是一个房间 它是一个板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有人是可以住得起 非常豪华的住宅 可是有的人就是 生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你说 没有付出代价吗 有的 就是 贫富的差距很大 所以现在为什么 像台湾或者是香港的年轻人 都觉得自己的未来 没有保障 对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年轻人出来看争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 那个未来是看不到的 所以想要去争取 想要去做 想要去 做不一样的事情 对 这里边有一个发展 就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在这本发展的怪兽当中 是说 发展是为了达到正义 正义就是公平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达到一个正义的世界 那么这个正义的世界 是怎样去达到它 或怎样去诠释这种正义的世界 这个正义的世界是包括自由 包括平等 也包括发展 也包括经济 也许都需要 的确都需要 我觉得可能说 正义如果说你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说 如果人人都想要过好生活 那我们都要尽力的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过这样子的好生活 每个人有房子可以住 它不一定是好 它不用是豪宅 可以是舒适的房子 对 那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当你觉得你今天正不正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 你稀不希望 Linos 商爱彩晶 或者是焚化炉 这些工厂 是建在你家的后面 如果你不希望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 应该要建在别人家里 就是建在家的旁边 别人家的旁边 可以建在别的地方 只要不是站 建在我家的旁边就可以 对 大家的想法是这样子吗 就是大家说 要发展呢 可是句号不要来 不要在我家旁边 就是大家的想法 不管我是就好 对 所以你有时候要问 正不正义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样的想 可以用这样的思考去想一下 但是我看到一个 宅要的部分 它是说 关于苏丹街那样部分 苏丹街 它里面有提到的是 那是谁提起的 我忘记了 提起的是苏丹街 其实它 就是看起来是 我们要保护历史古迹 但当时它认为是 这样子反而是阻碍 正常的 就是所谓好的发展 因为它是一个弹性空间 那边已经没有 没有华人在那边 虽然它是华人的古迹 但是它那边 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外劳 所以反而 你把苏丹街推掉 然后建那个MLT 它对当地的人 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这个跟我们 刚刚说的就好像不一样 就我们感觉我们好像 应该要保护 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怎样的说法 它其实要讲的东西 是说 在捍卫苏丹街的 运动过程里头 因为 因为赤场街的关系 因为就有点像 我们理解的唐人街 所以它很多在 它在叙述的 那个过程的时候 都以华人的 那个文化 或者是华人的奋斗史 华人的开垦史 这样子去讲 它反而是要提醒大家 是说其实 你在讲过去的历史 的文化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要看到 现在在地正在发生的 面貌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启重盖苏丹街 其实是有 性工作者 有很多的外劳 就是移工 在那边工作 在那边居住 那这些人 其实就是生活在那边 就是活生生的人嘛 所以你在捍卫 捍卫苏丹街的 那个运动过程里头说 你没有办法 把它们排除在外 所以它这篇文章 其实有趣的地方 是在于说 我们都太习惯了 用就是自己的族群 可能说去想象 这件事情 可是却没有 去看到其他族群 其实也在这个空间 里头生活 所以它的意思是 反而是说 当我们太 呃怎么样 因为像很多的媒体报道啊 会说啊 现在呃 赤场街已经变成外劳街了 然后呃 赤场街现在就是呃 只有老鼠 移工 乞丐 最多都是把它 负面化 可是像 移工 或者是流浪汉 或者是性工作者 其实 就是因为在 启重盖 这样子的空间 就是它有弹性 他们才能够生存 就是这些人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的 那它要怎样是说 这些人生存的 呃 样貌 其实就跟华人当初去 启重盖开墾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 华人当初在呃 启重盖那边开墾的时候 也是开 赌方 就是开赌蛋啊 开妓院啊 卖鸦片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他就觉得 他他要提醒的东西是说 其实 这边里头有阶级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可能说 是华人的店主 或者是有人已经搬走了 那你要正视就是说 现在在地活生生的这些人啊 对 你要看到他们的生活的样态 然后而不是 而不是用 呃 只是用华人的开墾式 或者是华人文化去讲而已 嗯 他要提醒的是这一个 但是其实之前我 比如说我去的沙拉斯拉丹 沙拉斯拉丹那边 它是分了两个区域 中间是一个LT 然后LT下面是旧的区域 然后LT上面是新的区域 那我的我有去访问过 就是下面区域的那群人 就是当地的老人 和上面那区域的人 你会发现 下面当地的老人 他们是真的属于 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是在里扎根的 他们都希望 这个地方可以更好 但是上面那一层新发展的 就是现在比较活跃的 那一群人 他们其实更多是 只是讲 我来这里 我只是暂时的一个落脚点 我不会在里待太久 那么当你要发展 这个区域的时候 是不是 虽然说 就是刚刚你说的 在当地生活是这一群人 但是这一群人 其实他不在乎这个区域 这样子 这个就刚刚的那个说法的话 你说生活在当地的人 不在乎这个区域 就是新来的这一群人 你说新来的这一群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是很多社区会遇到的 因为现在的社区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建那种新的apartment 全部都是冻起来冻起来冻起来的 然后很多都是可能说 新搬进去的家庭 甚至是可能就是有流动性的 他可能就是住个两三年 就是很多租客 就是只是租房子而已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也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其实香港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他的社区里头 有旧的居民跟新的居民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说 有一种心态是 大家应该都会有感受 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还是会很积极的想要去 去创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各自生活嘛 我过我的 你过你的 我不过问你的事情 所以如果要知道说 就是说彼此到底对这个地方 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不在乎 你也可以很在乎 可是至少有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可以取得一些 就是说初步的了解跟认识 至少知道说 原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或者是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在怎么样去创造 这个对话的那个空间跟平台 其实也是现在很多组织在做的事情 就是今天话题 说到我们 每一个人需要有一个自我觉醒的意识 作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来说 或许有三个问题 可以需要大家去回答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谁 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的生活 第三个问题 我们的未来要如何的走下去 也许不同 我们在场的三位朋友们 也有不同的一个答案 我是谁啊 我是炎炎 我要如何的生活呢 我要自主的生活 我要我的未来要如何走下去呢 我要自主的清醒的理性的走下去 或者是或者或者 杨洁也有些不同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我是谁啊 就是 当然我是杨洁 可是我想说 现在就是 我觉得要过得心安 对 那接下来要怎么走 就是我觉得过得心安的时候 就是 你要过好的生活 也要让别人过好的生活 你才能够知道说 这样子美好的生活 你才有可能一直滚动下去 而不会被种植 对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 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结尾 不过说的挺感人的一个故事 就是也是在这本书当中 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1981年 美国政府要求以15万的美元 买下印第安人的200万英亩的土地 这个时候 印第安的一个酋长 他发表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 这样子的想法 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 新鲜的空气和荡漾的水 并不属于我们 你怎么能够买卖它们 地球的每一个部分 对我的族群来说 都是神圣的 河里的每一个闪光 都在诉说着 我们民族生命当中的 某一件事情 纯纯的水声 就像我们祖先的声音 希望以这一段 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 也希望我们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生活 包括思考 我们最后给大家提出的 三个问题 我们是谁 我们将要如何地去生活 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怎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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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